你往哪儿跑 往哪儿跑 冷静 冷静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 要文斗 不要武斗 他老人家刚刚去世 你们就都忘了吗 有些同志对我这些年的工作有看法 可我为了什么 我是为了咱们820厂 为了咱们共同的事业呀 抛头颅散 打上去我在所不辞你放屁 看看你把厂子搞成什么样了 啊你自己看看 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 你整了多少人啊 好大利 雷厂长 方菲 自己都记不住了哎新冠 我知道你跟他们关系好 可我也是从东北来的 我跟他们也有革命友情啊 在厂里做领导有的时候 我没有选择 在处理他们的时候 我的内心也很挣扎呀 可是我在领导岗位上 我没有选择 我也很痛苦 我有很多委屈我跟谁说啊 这么多年我任劳任怨勤勤恳恳 没有功劳 我也有苦劳吧 你住嘴吧你 告诉你正好 你今天是再接南朝了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众的全都是无情的 无情的 无情的 你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你站住 住手住手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我也不怕可说了 同志们 看在咱们多年的 革命情义上 你们手下留情吧 哎 我告诉你们 不管在什么时代 打死人 那都是要偿命的 来吧 来 为了我们的明天 哎 是为了八二零的明天 不 为了我们 亲爱的祖国 干 干 就 我 嗯 嗯 嗯 飘扬 生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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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鸽 鸽 我们 亲爱的 我们 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叫茜茜 解决于文学 你爸问点话呢 怎么都不知一声啊 蕾叔叔 蕾叔 我怎么跟你说的呀 你这孩子 行行行 爱家商教材吧 climax 卫东 你呀 去忙你的吧 剑碧 孩子年轻 不懂事 别介意啊 我这么跟你说吧 孩子叫我啥我真不介意 只要你不叫我雷叔叔就行 有点一个看啊 来来来 向勤大 这么姐姐暂点娶媳妇了 好 好 谢谢你啊 茶茶好 好 我尝尝 好 好 我们玩耳朵啊 慢点 咋 好 好 好 啊 我 幹嘛躲著我 怕我 來 幾公斑 弄兩口 好吧 老闆 敖顏 爹地吃辣椒 引起来 十多年以前 也有一个人和我比过吃辣�ioxid 你知道是谁吗 他就是你爸爸宋明菲 长得文质彬彬 又是搞技术的 我以为他不行的 可是那个 他吃的比我还多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能吃辣椒 这吃的时候吧 还能忍 可是吃到肚子里边那滋味 他比死的还难受 可就这样 你爸爸一个字都没说 是挺寒的 跟我说这些 没事 我就是 就是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你爸爸这个人 他是我这一生之 最精准 我 regular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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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也要交給我 快點快點啊 我叫張曉飛來自湖北武漢 畢業於湖北科技學院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叫顧敏華 我來自上海 編於上海第三科技大學 以後的工作中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謝謝 820歡迎你們 小毛帶新來的幾個同志 讓咱們技術科轉一轉了解一下情況好嘞 來那邊請 大家跟我拉著好 哎呀 上海 來這裡能吃了這個苦啊 蘇公 你這有點太官僚了啊 別忘了你也是上海人 哎 我說擋交易多少年啊 他怎麼跟我比得了啊 要我說 人家是從大城市來的 只要他願意來咱820 來這大山溝子 衝著一點 他就是好同志 請進 報告 我有個問題 咱們這不是學校 不用報告 有什麼話進來說吧 哎 我想問一下 咱們能天天洗澡嗎 嗯 一三五是對男同志 二四六對女同志 禮拜天休息 啊 那就是不能天天洗澡了 天哪 這麼大的灰 不能洗澡 身上多髒啊 咱們這規矩能不能改一改啊 行 我把你這個建議 給長銀寶彙報一下 哎 謝謝 小顧 嗯 怎麼了 咱們三線在各方面確實是很艱苦 但是你既然已經來到了820 我建議你們這些年輕人 還是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好不好 我是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 那洗澡也是工作嗎 當然了 不洗澡身上就髒 髒了就影響心情 影響心情肯定影響工作 你說是不是啊 哎呀小華你快別說了 哎 進來啊進來 列寧同志說得好 不會休息就不會工作 哈哈哈哈 好的 列寧同志 我一定把你的建議轉達給斯塔林同志 好 謝謝 哎小飛 嗯 你們不能每天洗澡 正好碎碎便便洗個頭了 這沒勁 哎 我可佩服死你了 怎麼了 你知道你今天跟那說法好打理是什麼人嗎 咱們廠技術科的主任呢 人家啊可不光是主任 她是咱們八二零廠啊第一大的廠花呢 廠花 嗯 我沒覺得長得多好看呢 她不是因為好看 她是咱們雷廠長的愛人 雷廠長的愛人啊 那難怪了 也不是也不是 她也不是因為是廠長的愛人 怎麼跟你說呢 嗯我聽他們說呀 咱們廠剛建廠的時候 來了一批技術人員 所有的人都病倒了 就她沒有病倒 最後啊 她就靠她自己一個人的力量 做出了這個整套的配件的工藝流程 把咱們八二零廠給救了呢 真的 那也太神奇了吧 你不知道吧 咱們八二零廠的傳奇故事啊 可多了去了 哎對了 你聽說過宋偉東這個名字沒有 宋偉東 還聽說過 就這幾天哪 宋偉東這三個字 把我耳朵都給灌碼了呢 嗯怎麼了 聽他們說前一陣 咱們車間裡搞了一個技術比賽 宋偉東他一個人挑了十二個呢 這個挑窩幹 一般人都要花十幾個小時才能挑出來呢 這個宋偉東倒是挺神奇的 他發明了一個什麼 強力挑窩幹 最快的一次啊才花了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 那 那太神奇了吧 這不太可能吧 誰知道呢 他們還說 這還不是他最快的一次呢 唉 不過 他現在出差搞技術交流了 要不然呢 我還真想見識見識這個傳說中 神奇的老師父 要是有機會我能見到他 我也得和這樣的老師父好好學習學習 你這次花了兩分零七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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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能碰到多少 自己算是差了多少嗎 是 莫誠哥 別說我做吃不給便宜 宋偉東做事就是兩次 關心 他病不 知道嗎 還有啊 以後上班別老把這特的東西帶來啊 什麼相信生活 携起手破吃啊 就能能盯著幹活了 記住啊我們是工人 工人幹活有工人幹活的樣 知道了知道 你想想吧 師父 師父 快 來信人了 什麼信 工廠來信人了 沒興趣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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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快 我拿拿飯盒 不是 去哪兒啊去就知道了 先開始 走走走走 quand 趕緊趕走走 快沒有了 快們прاص 趕快門趕快點 Lightning 趕快去 你好好 去哪兒趕快去哪兒 好了 сохран嗎 確定了 確定了 師父二十堂 二十堂 快快去 快快快快 這四OD腹簡直太大了 從跑到這兒都見過這麼大的鋅頭 在 spel 我第一輩子 就是上海的人 長得多漂亮 那種人 compile的衣服 這叫氣質 比我们厂子都没来着傻大姐 西南的小辣椒强多了 是啊 哪都一样 我怎么不觉得 他身上修一劲 特别 咱们这么一直盯着人家五秒钟 人家就得多么刺激 我看看又不犯法 人长得不就跟我们看的吧 我说 你竟长得像 小水 米花 他们都看你了 别理他们了 小水呀 小花 什么小花 就前几天我们找 放了电影上小花 像不像 像不像 你真没说 真有点声音 像吗 哎干嘛去 小花 哎哎 叫你那小花说话呀 对不起我不叫小花你叫破了 你怎么信电影里小花 我不叫小花 哎你是上海来的吧 那上海的姑娘 皮肤太白了 哎 你有外国血统吗啊 周海什么外国血统 真的吃了 人家电影里外国女的就是漂亮 大家说长得像不像小花 像不像 像 行了周婉别闹了 米花咱们走吧 哎呀 走什么走 咱们是来吃饭的 你想听我说话是吗 行我说给大家听 米花 米花你 我站的这么高大家看清楚了吗 大家好 你们好 我叫顾米花来自上海 现在在技术课工作顾米花 哎 下来 好主任 哎 哎 觉得自己挺漂亮的 挺光荣的 嗯 胆子真够大的 啊那么多的人给你起哄你就敢搭枪啊 还站在桌子上 你是女孩子要注意影响 是他们先挑衅的 我能用办法 什么办法 穿上工装 把辫子梳起来放在帽子里 你看他们还挑衅吗 可是那样穿太土了 我这样穿 觉得挺好看的 至少跟其他理工不太一样 一样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不好 那样活着太没意思了 那你告诉我 什么是有意思 在820工作是第一位 等你工作上有了成绩 站在讲台上去领那个先进工作者的奖的时候 那大家都看着你 那时候才叫有进才叫光荣 我说的不对吗 你笑什么 没有 你说的特别对 只是有点太落伍了 那是你们那一代人的思想 并不代表我们这代人 我们这代人坚决不做螺丝钉 要做的话 也做你们在最外头的那一个 那你们这代思想有问题 行了 别嘻嘻哈哈的了 明天上班穿上公舟 把后面的辫子都梳起来 没吃好饭吧 这什么呀 我看 还行 没你说的那么难看 这还可以啊 你瞧瞧 这肥肥大大松松垮垮的 穿了一点线条都没有 穿这样衣服 人人长得都一样了 不行 好丑 要穿你穿吧 走啊 带你去洗一碗去 干嘛 去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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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是神情气爽 海阔平渔月 天高任鸟飞 你还闻走走的 我喜欢这个地方 我也喜欢 嗨 嗯 这是啊 这是给你啊 给你们打的饭 我也不知道你们爱吃什么 就把食堂里所有的菜啊 每样都打了一份 我吃过了 啊 吃过了 嗯 不愧还要谢谢你啊 不客气 那我走了 哦哦对了 我得为他们跟你道歉 为馒头想我道歉啊 不是啊 那个 刚才啊他们都围着看你 这太不好 其实 大家都是善意的 只不过没见个能撒一年 都觉得新鲜吗 你会说上海话啊 能撒一年 我能撒一年 能撒一年啊 我只能算是一半的上海人吗 原来在上海的时候 没觉得上海话多好听 现在来到这儿 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上海话挺好听的 那我们 现在也算是老乡了 没事我经常陪你来说说上海话 也算是乡音吧 行 你叫什么 我我我叫苏刚 我叫郭米华 你好 我要占有费 妈 妈 妈 回来啦 妈回来啦 哎 你车呢妈 你车不休不行了 你不拉着气啊 你这么早回来干什么 你咋不约陈巧 和你们那帮人出去玩玩去呢 滑滑冰跳跳舞啥的 你这么早回来多没意思呀 妈 妈 你以前不是老行我出去玩 现在突然一下转性了 不是宋伟东出差去了吗 你就趁这结果你越越趁巧 那姑娘多好啊是吧 好有什么用啊 她那两只眼睛啊 早长在宋伟东身上了 不是子你咋那笨哪 你就不会让她那两只眼睛长你身上啊 妈这辈子都没超过过大力 你得给妈争口气 你就得比宋伟东强 知道吗 哎呀行啦行啦 烦不烦啊 你老是这一胖 那宋伟东跟孩子都是不好朋友 你老是个孩子 过出这些思想干什么呢 灌输啥呢 我要再不灌输灌输 他将来给你一个熊呀 这么多年就这样 哎爸 嗯 哎 就好说了 好啊 哎呦 不过爸爸这么多年不说 已经忘光了 哎我想一想啊 你比如说 普通话的你 三话就叫 弄 弄 弄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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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不是说我 我 阿拉撒你 阿拉 哎 吃饭知道吧 你不敢 腔子 哎 这鱼这干嘛 叫腔影 鼻音鼻子腔影 哎 哎 还有 玩一玩就叫不香不香 不香不香 哎还有 混枪死咋朋友 弄个小吃老 你咋还学骂人呢 啥叫小吃老啊 你学点东北话行不行啊 那多爷们啊学啥上海话呀 真是的没用的瞎学个没完 用的一点都不学 我跟你说我早晚让你别人还给我气 顾敏华 张晓菲 到来 好主人早 早 好主人 这是什么呀 工作服啊 好看吗 薛厚琴再领一套公装 我给你开个证明 那我就有两条蓝裙子了 好主人 好主人 你们觉得 我在压制你们 当然了 当然了 你压制了我的头发 压制了我的衣服 从而压制了我的个性 小花别说了 自己说主人就要生气了 好了 今天是你们在八二零上班的第一天 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快去上班吧 那主任 你给我妈排工作吧 我们连制途的工具都带来了 你们今天不在这上班 你们还不知道 咱们八二零有一个规定 新来的同志 不管是哪个部门的 都要先到生产第一线 去实习一个月 你们今天应该到三车县 陈希坤师傅那儿报到 车间 好 我妈 我什么呀 我皮细啊 这么多啊 我妈 这是其他星宫三天正常的工作量 我也给你们三天 够了吗 够了 那天以后 我来验收 不用照顶啊 三天时间的 啊 我天哪這麼多 這兩個磨了哪天呢 啥用了呢 這實人家普通行功磨不磨三天能磨完 咱倆學技術了 去這麼磨 還沒 八成來不來了 打飯去吧啊 哎 你說 會不會是讓咱們一輪把他卸壞了 我看不會吧 昨天那跳到桌上倒把我看嚇一跳 我看這個丫頭 不是一般的表情 來不了了吃飯了走走走 看什麼看了走走走 都跟你說了嗎 別跟陶醉這樣別跟他挺緊 慢點 同學丫頭吧 還給咱們穿腳鞋的吧 我看他呀這就是打擊爆 那太好了打擊爆不還好 瘋了 他主人以為我愛漂亮就不會工作 我帶上他證明我呀幹什麼都行 人家交勁有用嗎 都吃不受罪不愛自己他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他傻點半 不然這些沒磨完啊我就要瘋了 你還要瘋了 等小花呢啊 別跟我胡說 我胡說 啊 你上午呢 就失魂落魄的 晚上打飯不神不守舍的 我看你兩雙眼睛啊 就沒有離開過這條小路 我這話又說過來了其實 我也挺喜歡的 這這這這見到小瓜吧心裡癢癢 我可不像你 你見上女同志 不要命了往前衝 這什麼話呢啊 我怎麼見到女同志就不要命了啊 這說明我 我愛婚女同志是吧 來啊 我確實你說小花呢 看了之後啊 真那麼要人呀 不是吧那你說 小娃為什麼不來食堂吃飯啊 咱們是不是惹著他了 那原因多了 可能病了 累了 也可能吃不惯我们食堂的饭吧 对哦 照你这么磨 磨到老你也磨不完 磨得到挺仔细 不过 我觉得你不是我做前工 做自己也差不多 对不起 我适合做什么 我自己心里知道 不用你告诉我 追逐他 不需心挺起意 对你成长很不利啊 我又不认识你 请别在这儿捣乱 出站十几天 看见这玩意 水还咬呢 请你放下 哎这些 是你一个人的工作量 几天呢 我说了请你放下 我问你几天的任务 三天 这应该是两个人的工作量啊 是两个人工作量 这个人呢 他说完成不了任务 他说完成不了任务 去车间找主任了 他希望陈师傅能够多给他几天时间 完成这个任务 听明白了吗 你可以把东西放下了吧 放心吧 我师傅给他工作量 准备给他之后说 要不然 他死都不改 你就是死了 也得把工作完成了 我还不希望改呢 哪怕不吃饭不睡觉 我要用三天时间把它完成 还挺有智慧 可是就你这水平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不吃饭不睡觉 三天你也干不完 我干不完跟你有什么关系 把东西给我 你 干什么 把东西给我 还我 你是谁 你倒什么乱你 哎哎还在抢呢 还不还 这么凶啊 行行行给你给你 我又不认识你倒什么乱 看看 合格吧 你还真挑毛病啊 行 你慢慢挑着 这功夫我再帮你磨一个 怎么那么快啊 这么一会功夫你就磨完了 这就叫水平 你干我怎么做的 这简直是在变魔术吗 什么变魔术啊 不是我太快了 是你太慢了 你干我怎么做的 也不知道现在进场 还要不要可 像你这样的人啊 就不该来吧二丁 当年我爸妈那会儿 进三线大场 那可都是精明强强 你说要你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啊 某个配件跟绣花似的 我就绣花了怎么啦 我就绣花也要自己把这些花绣完了 不用你管 这个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用不着你在这说浮浪话 三天磨完了不起啊 我一下午就能干完的工作量 你得三天不吃不睡才能干完 这叫浮浪话吗 你一下午就能磨完 鬼才相信呢 怪不得咱们这没牛了 都被你吹亮天了 我要是真能一下午磨完的话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说的 一言一言为定 我还真不信 把你眼睛睁大了 好好瞧着 我还真就不信了 我真不信 我真不信 我真的不信 我真的很嘞 我真的不信 我看你了 妈 妈 帮帮我呗 干啥呢你这是 活面想吃啥呀 做收鲜小馒头 啥味儿炸馒头片啊 不是 就就跟咱们平时吃的包子一样 不过小一点 炸包子呀 不是 哎呀怎么跟你说呢 就跟包子一样 但是他们那边叫生铁小馒头 哪边叫啊 这你不懂 哇上海小吃 上海小吃啊 啊你爸想吃了 不是 那谁你想吃啊 不是 那那谁想吃啊 这您别管了行不行啊 啥叫我别管了 那我要别管我就不帮你做 哎哎妈 别去 上海人吃吧 上海人 啊 儿子 啊 你是不是给咱厂新来的那上海姑娘 就长得可像电影人小花那姑娘做的啊 说实话 不跟我 保密跟我哪儿还保密 行啊儿子啊 有抽搐了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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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慧东找了万千对象 找的也就是一东北大牛 看我儿子啊 找一大上海的姑娘 你儿子 这下妈可算是扬眉吐气了 妈您再这么说 不让我帮了 你看 方 妈一定要帮的啊走 坐一坐 你这是什么 说话 并没 要吗 上海四天小白 最少说的啊 这活面哪个活酱活的 看着啊 撒过面 哎 怎么样 你说被我吹掉天的牛 现在是不是得一个一个 啊噗噗噗噗噗掉下来了 我输了 算算了 输什么输啊 这又不光我一个人磨的 不是还有你帮忙吗 我也没磨几个 那有你总比没你强了 哦 不用行我走了 哎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伟东 什么 我说我叫宋伟东怎么了 哈哈哈哈原来你不是老师傅呀 那你觉得我应该有多老啊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因为我一进场就听好多人说宋伟东的传奇故事 所以我一直把你当成一个老师傅 算什么传奇啊 我妈那辈才是传奇呢 我的传奇还没开始呢 哎 我叫顾米华来自上海 谢谢你啊帮我这么大的忙 上海 啊 你就是那个小花 就是一去食堂 只跟猴子的被围观那个 你你才跟猴子一样呢 哈哈 那看来咱俩不陌生啊 这没接过面就胡想都听说了 小花同志 我真得走了 哎 你不能走 脚长在我身上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因为我输了 输就输了呗 你这水瓶输给我不丢人 我输了任睹服输 你说吧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做什么 你能做什么 你干嘛 你能做我媳妇 你 哎 我这人不喜欢欠别人东西 要不这样 我请你去二池塘 吃到控肠肉吧 行吗 哎 苏美东